文具的家铅笔纸用了一次 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橡皮纸擦了一回 再想擦就找不着了 贝贝一回到家 就像妈妈要新的铅笔新的橡皮 妈妈说你怎么 你怎么天天丢东西呢 贝贝眨着一双大眼睛 对妈妈说我也不知道 妈妈说贝贝你有一个家 每天放学后你都平平安安的回家 你要想想办法让你的铅笔 橡皮和钻笔刀也有自己的家呀 贝贝想起来了 他书包里的文具和就是这些文具的家 从此每天放学的时候 贝贝都要仔细检查 铅笔呀 铅笔呀 钻笔刀呀 所有的小伙伴是不是都回家了 主持人数 yeah 咱们拉高 咱们拉高 贝贝